小肠里加一把苦菜 没错,这就是福建人喜欢吃的小肠苦菜汤 汤鲜味美,清清凉凉 今天用苦菜和小肠做一道我们福建人特色美食 小肠里加入白醋,盐,面粉 用手抓拌揉搓一会儿 再用清水把它两面都清洗干净 再把它打个结,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冷水下锅焯水,加一些排骨,放姜,料酒,吃腥 烧好,清洗干净,换入电压力锅里 猪小肠要把它剪小段,加入清水 用压力锅包15分钟 然后准备这种苦菜,夏天吃特别的清凉 用来炖鸭肉汤,排骨汤都非常的好喝 排骨和小肠包好后再放入洗干净的苦菜 新鲜的苦菜不用煮太久 水开再煮个5分钟就可以了 出锅加盐和鸡精调味 这样福建特色小肠苦菜汤就做好了 汤鲜美好喝,特别适合夏天喝,很清凉 喜欢的点赞收藏起来试试吧 感谢观看